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来讲图解法 那么前面我们是介绍了 关于四杆机构的基本性能的分析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如何来设计这个四杆机构 那么在这一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连杆机构的设计的基本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图解法 如何来进行设计 那么连杆机构的设计的基本问题 那么说连杆设计的基本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根据给定连杆的这个要求 来选定的机构的形式 先要做机构形式选择 然后呢再确定的机构的尺寸 那么说对这个根据这个机构形式呢 那我们前面讲了机构的类型 这时候我们首先要根据这个运动形式啊 需要哪些做哪些运动变换 比如我要把一个转动运动啊 变成摆动运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选曲柄摇杆机构 或者是要把它变成网幅的移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这个曲柄滑块机构 等等 这些呢 首先要根据运动形式啊 来确定这个机构的形式 但是机构尺寸的设计啊 要按照具体给定的运动规律来进行设计 那这时候同时呢 我们还要满足呢 以下的要求 一个呢 结构要求 那么结构条件呢 比如这个机构 我们设计要有曲柄 能够做转动的这个曲柄 另外有的呢 可能要求是杆的这个比例要合适 就是杆的寸的比例啊 就连杆曲柄 曲柄 它们之间的这个比例关系要合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动力条件 比如像传动脚 必须不得小于这个 这个许用的这个传动脚啊 也就要大于40度以上 那这个呢 也是动力条件 另外呢 还有连续传动 连续条件 那也就是说呢 要不能产生的错位或错序的不连续 所以这些条件呢 都是我们在设计时候呢 都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在考虑这些设计条件呢 实际上在工程呢 我们说由于它的用途 使用的条件不同 性能要求不同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设计要求呢 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连杆机构啊 它所应用使用的这个目的和应用的情况 我们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三类设计问题 一个呢 就是满足呢 预定的连杆位置要求 实际上就是要求呢 我们设计个机构 希望连杆能够占据 我们所给定的一系列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呢 也叫钢体的导引问题 钢体的导引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来看 那对这个炉门的这个设计啊 我们说这个炉呢 是个电磁炉啊 我们要把它这个要用来 一般的在实验室或者用热处理 比如要对这个零件进行热处理 像齿轮呢 或者零件都要进行战火 那我在里边要加热以后呢 一定时候再把它要拿出来进行的脆火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 现在是用四杆机构来设计的这个炉门 那么这个设计炉门就要求呢 在关闭的时候是一个位置 而打开的时候另外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说这个炉门 为什么不把它设计一个水平开呢 水平这样开呢 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 像这种炉子呢 我们在加热供件以后呢 供件放在里加热以后 我们要从里边取出来 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直接用加钱加的话 往往这个方位呢 很难加 那么这个时候加上呢 这个炉子温度很高 烤的可能这时候操作起来 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同时呢 我们还知道 那这时候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用一勾 把里边的很快把它勾出来 然后看准以后呢 再用钳子加 这样的话可能很方便 那这时候要有一个工作台啊 实际上这个炉门呢 在这起了 打开以后呢 起了一个工作台面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话 我再放一个隔热垫 把弓件的从里边 再把先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进行呢 加着再战火 那就很方便了 所以这个呢 就炉门的设计啊 要在打开的时候 它要占据这样位置啊 这样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那我们看 关闭的时候呢 是这样位置 打开以后呢 那要是这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完全这是 用这个四杆机构 来进操作化 实际上就是 这个炉门的位置啊 就相当于一个连杆 实际上就是一个连杆 那么这个连杆呢 那就给定了两个位置 一个是关闭位置 一个是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要设计 这个连杆机构 实际上这个就是 给定了炉门 在打开和 打开的位置和关闭位置 这两个位置我们要设计 这个机构 当然这个设计呢 就设计到一个 一个要在这个炉门 这个侧面 要安装这个连杆 活动脚链的位置 另外呢 还有两个呢 和这个炉门体上 安装的这个固定的 这个脚链的位置 这个是要确定的 那这时候呢 往往我们像这种设计啊 一个事先可以先选 炉门上的两个脚链位置 然后呢如何来设计 这个确定 在炉门上 在什么位置安装 这样呢 使得这个炉门的这个操作 能够达到关闭 和预定的 我们这两个位置的要求 这是另外呢 也可以呢 先根据炉门上 允许你在什么地方 可以装 然后再确定 炉门上的两个活动脚链 通常呢 我们可以按照两种方法的 来进行设计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炉门的 这个按照 连杆的预定位置设计 那么这个在工程上呢 非常多啊 比如我们一个窗户 我们现在如果用核列这种打开呢 对于单窗户的话 那我们就设计 这里边设计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打开以后呢 你这外面玻璃就没办法擦 那往往现在为了方便呢 我们打开的时候 并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 要打开以后呢 那么在这一侧要留一个空间 我们这个壁过去以后呢 能够这样能擦玻璃 那这时候呢 它不是在这个 就一般的普通脚链呢 就不能用了 脚链的这种核也就不能用了 你必须用连杆机构来进行操作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这种控制 我们也可以用两个技术来实现 那么在我们生活生产中呢 用的很多这种位置设计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再来看的第二个问题